日本還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日本沒有台灣的主權 什麼有台灣的主權?日本天皇 這個觀念你如果不清楚 你打個路都沒有用 是日本天皇有台灣的主權 而日本政府只有管轄權 現在就是管轄權跟這個主權 一般人,特別是亞洲地區的人民 很不容易弄得懂 包括日本人也一樣 日本人一直到去年的四季婚 歐巴馬去訪問日本天皇以後 他才發現 日本有很多學生說 為什麼管轄權跟主權不一樣? 因為教導你來說 日本人應該比台灣人更容易了解 因為日本人一直有天皇 其實在20世代以前很多國家 都是有國王,不就是有魯王 我們台灣人是不知道情有可原 可以更頑端了 但是你現在已經讀法理念要很清楚 來,投降書 從這個投降書先來看 投降書這個簽 投降的人是什麼人? 崇光魁 崇光魁這個人是什麼人? 這個人就是 日本天皇就是 日本天皇就是大日本大國當中的外交部的部長 崇光魁 來,給它拒絕 崇光魁把它放大 崇光魁 你把它放大 崇光魁的title 就是它的結婚是什麼東西? 日本天皇 代表什麼? 日本天皇 和 日本政府 在這個 投降書裡面 非常非常清楚 已經跟你說了 崇光魁是代表兩個身份 代表什麼? 日本天皇跟 日本政府 現在很多人比較不清楚的就是 到底今天 日本政府和以前的大日本大國 那有一樣? 當然也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 憲法被改了 憲法一改變 就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好,來 古今山好朋友 你現在這個看得好 你要記住 從崇光魁 代表去參這個 投降書 然後 在古今山好朋友 第二條 就這樣好朋友 第二條 來,你看 日本 Renunces 放棄 這個頭前 日本是代表什麼? 日本政府 因為日本天皇 一定要叫 Emperor of Japan 日本皇帝 因為第一條 裡面有說到 皇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 古今山好平 教育 同盟國 對日本天皇的要求 我跟妳說一個很簡單的 讓妳知道 日本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以前 它是全世界屬於第一強國 你全都想不夠 那時候日本 如果美國那時候三流的 根本談不上一流 因為日本是一流的 所以 同盟國 建政以後 他們怕什麼 怕又有了 夭壽 妳如果這個日本 妳不給它 反抗起來 日本還給它 飛鋒 不得了 尤其 台灣有很好的 物產 生產出來 如果跟日本結合作為 這樣 將來的日本 一定會非常強大 所以當時同盟就決定 在那個古今山好平台 要簽的以前 就是 建政還沒結束以前 他們就說 這樣 日本的本土 要讓台灣 一定要拆開 但是 國勢法有一點 減量不可以移鑽租款 那如果 這個領土 是神聖不可分割 就是說 台灣已經在日本 1945年四月請 因為已經日本天皇 選佈在台灣這個土地 實施民地憲法 那個民地憲法 如果叫實施下去 這樣台灣人 都變成日本天皇的 行民 臣民 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天皇 它的territory 娘土 所以日本天皇 他旁邊那些 國際法的 那些專家 他不是說 很有腦筋 你選佈下去 你不可以說 那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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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要怎樣 所以 那時候 同盟國 他們就覺得很頭痛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有想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樣 將台灣 後來 給台灣去主題 這主題 要怎麼給主題 你股金山 好朋友 給你射線 所以日本政府放棄 那時候 日本政府 因為日本政府 沒有主權 日本天皇才有主權 日本天皇 這個日本政府 有什麼款 管轄權 管轄權就是 天皇 交代台灣這個土地 給日本政府去管 但是以前 台灣 如果是殖民地的時候 變成日本天皇 要人民 中毒 因為是殖民地 所以要用中毒 全世界這些殖民地 都一樣 像美國 剛開始的時候 博多尼克 關島 古巴 福利賓 也是派中毒 因為 這個中毒的 政府 就是殖 國家直接委派 不是說 他們有那個 人民 不是殖這個國家 所以是怎麼 台灣剛開始的時候 參加建政的時候 用什麼 高砂義勇軍 就用自衛隊 因為 志願軍 因為你不是 他們的 人民 所以要用自衛軍 但是 後來 1975年 市委開始 台灣人 變成跟日本人 完全地位相同 所以 那個時候 台灣已經變成 日本 這個 日本 風地 土地 人民變成 市民 所以我們如果去 戰爭死去 他就要把你放在 建國城市 他就要把你擺 你是像這個國家的人 這點 現在 現在 現主席的中國人的 這個 口本 都不可以自己說 所以 我們台灣人 這幾年來 迷迷糊糊 跟你說的 好像這樣 又好像 你一定會 其實你在台灣 你讀這些歷史 你一定會覺得很懷疑 你只說反共抗衡就好了 三豬八毛 那時候說反共抗衡 現在呢 跟中國在聯合 以前是 中華民國 那時候說非常要緊 現在人都沒有 甚至 這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總統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就叫他改 他又沒有改 可見 我們台灣人 一開始被騙 騙到今天 又搞不清楚 不怪他說要跳船 我告訴你 國民黨 早晚一定要結束 尤其在今年裡 非結束不可 今天 十一 剛好 馬英九 要去美國 普通是 中華民國的總統 要去美國 沒那麼簡單 他才會讓你去 國民有說過 中華民國 不能 美國的官員 不能當中華民國的 任何的辦公室 這次怎麼讓他去 為什麼 兩個的觀念 第一 台湾民眾有說過 他沒有心拍不出來 現在如果拍了 全世界都會知道 第二點就是說 你中華民國 要怎麼收拾 美國有跟我們說 最高原則 和平穩定 無縫接軌 我們台灣民眾要接政權 是向誰接 不是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你如果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我絕對收拔 是不是建政 所以我一直堅持 我們不要有武器 美國說要讓我們武器 我說NO 我們不要武器 我怎麼要武器 要做什麼 我有這個法例就好了 我就堅持法例 美國人發明的法例 不是我發明的 你這強的國家 你自己發明的 建政權你發明的 我用你發明的 自己告 他都要準修了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會發明說 流費的事件 我也沒有叫你們說 就要去遊行 我也沒有跟你們說 就要怎樣 我只說這個遊行 我們現主是在 六個州的小遊行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讓台灣人民知道 美國說你要接政權 你都台灣人 都不知道台灣民政府 四年前 我相信 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今天你去台灣 你去看 四處問問 85%以上到90% 還是95% 都知道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只不過是他們不知道說 台灣民政府為誰來 怎麼說 所謂的台灣民政府 就是按照戰爭法 被佔領地區的老百姓 一定要自己成立 C program 就是民間的政府 民事政府 相對的 有一個軍政府 是這樣 所以台灣民政府 不能改名 我要改成什麼 台灣國 台灣臨時政府 通通不可以 那個名字都不可以 只有一個名字可以用 台灣民政府 就這樣而已 其實是很簡單 但台灣人六十九年來 他的課本 都跟歷數 都不一樣 不怪台教會 台教會也混混 最近好像比較聰明 因為我們台灣民主 一直說一直說 現在他也會說 沒有光復節 就說 你建設哪有光復節 跟歷史 國際上的歷史 不一樣 台灣只有被占領 沒有光復節 所以 一九十五年十月二五 那一天 那個觀念 如果能改過來 台灣人才有辦法解放 你俗上才開放 這個地方 Japan Renunces or Right Title and Claim 我有說幾十次 這個Right Title and Claim 管理 名義和主張 如果說 真的日本政府放棄 租款 很簡單 都改做什麼 Sovity 一日就好 Sovity 就是租款 為什麼 他沒有講說放棄 Sovity 因為日本政府沒有租款 租款在誰的 政府上 日本天皇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就非常清楚 知道 日本政府 放棄管轄權 現在放棄管轄權 這個管轄權 要怎麼處理 美國 就說 這樣 我占領者 我應該要負責 所以有的人 就報到說 美國會放棄台灣 你放心 絕對不放棄 我跟你們說一個 報到尼克 最近報到尼克 他快要破產 但報到尼克都不緊張 報到尼克 報到尼克跟美國說 破產 你要拿錢來 是怎樣 你是這麼厲害 所以美國對報到尼克 報到尼克來說 報到尼克像燙手山魚 燙燙燙 美國要賠還賠不住 因為一天才不給你發錢款 所以他就變成說 一年要給他九百元 他現在說九百元不夠 我會錢 美國還沒有給他 所以報到尼克 所以報到尼克 報到尼克 報到尼克 是美國的希臘 我跟你說 全世界過去 如果欠銷的 那國家都會怎樣 到外面都會怎樣 不是被入侵 就是去用 用建政 把投銷 全世界都一樣 現在全世界 好像有一個人 不一樣 就是美國欠很多錢 他都不要不去 他都要怎樣 他現在發展他很好的武力 美國原來欠什麼人錢 欠英國 欠英國女房 那時候 美國是英國流氓的殖民地 所有的東西 和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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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英國的流氓 這塊賴皮 他賴皮說 我交不去 要怎樣 這樣獨立 剛才法國看到 會我幫你幫忙 你去獨立 跟他建政 這有道理 你來講 美國不應該建議英國 但是英國離去美國 太遠了 還有這個 法國在後面 幫忙 還有最重要的是 蘇聯的風土 蘇聯的風土 拿錢給他 我交你 後來這裡行 所以建政的時候 剛才開始 美國是都建設 羅邊有兩點 很大的戰爭 法國它支持了 之後 他才建議 建議 建議有一個效果 第一 欠的事都不用行 美國知道 主委說 我來欠你錢 建政或建議 我就不用行 開始發展武力 那時候 再把西班牙救錢 西班牙 你把他討論 他怎樣 我懂建政 美西戰爭 1898年 要一年他就贏了 三天而已 贏他 建議的人要贏 那贏什麼 補兜里 還有古巴 府里賓跟官都贏你 所以他才會贏到 這個補兜里 但是補兜里 他沒比較爽 你把他贏了 你要娶娃 你聽我的意思嗎 這跟我們人一樣 你如果對這個女子不好 你把他求 那女子要賺 那女子要賺 對不對 你把他賺 你要賺嗎 對啊 所以現在美國 對波多里哥 不知道要怎樣 跟各位導致 沒有要導致 各位說 變成五十億 他也沒有 所以美國 躺著他 但是這個就是害到我們了 所以美國 你跟他談判的 是說 你會不會變成波多里哥 我說 等一下 波多里哥 是殖民地 挖台灣 是日本天狼的 territory 的地方 我們是不一樣的型態 波多里哥的人 坦白說 但是他現在比較怕我們 比較不怕那個波多里哥 因為他覺得 我們都用法理 人家有頭法理 我們用法理 你把它選 他真的沒有你的法度 所以我在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人 要去研究 建政法 那本錢 如果有頭 你就都會很清楚 所以像這個說 日本政府放棄 台灣的管轄權 沒有放棄主權 有些人 沒有人 日本放棄主權 放棄主權 主權 台灣人抓到 所以台灣人可以獨立 那是小的 你不能唱 你以前就這樣想 我以前也這樣想 你以前跟你說 台灣應該獨立 因為日本放棄 放棄 放棄什麼東西 管轄權 而已 主權 要跟特利 日本天皇的手頭 所以在 專訓的時候 我就會跟你講 大日本帝國 跟新日本政府 和台灣 這個三個的關係 很多人不一定搞得清楚 你以前 你以前獨立 獨立 獨立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所以在1970年 尼克森 謙說 獨立 要向日本 應該照道理應該向什麼人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 日本 現在這個日本跟大日本 對國是不一樣的 所以 現在的日本 拿到 琉球 等於什麼 託館 只有託館 而已 所以 安倍派他的秘書來這裡 上課 我跟他講得很清楚 你如果 日本的 原來民地 憲法 沒有回覆 這個琉球 英文不是你的 你只有託館而已 他們都嚇到 所以 日本的安倍 一直想辦法 要怎麼 要來發展 將這個 憲法 恢復原來 明治憲法 將日本天皇 真的把他抗出來 還做實質上的領袖 當然美國 在後面有在贊成 但是美國也有反對 美國有很多人很怕日本 他怕日本 所以怕我們台灣 因為說 好 讓你台灣跟日本合作會 不得了 反正就對了 我們台灣民政府 如果自治一遙 我們好好的發展農業 日本好好的發展它的輕重工業 我們兩名來 民稅金 日本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日本 但是 因為 古今山負面條第二條 已經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所以台灣可以自治 就是主地 不是主管 主地 叫做主地 不是自覺 殖民地 才有自覺權 領土沒有自覺權 要自治 這是我們台灣 現實是國際地位 你只聽這些話 我跟你說 你比外面的 伏書還更厲害 我沒有跟你騙 那些人搞不清楚 我如果跟你說 英語託母你要相信 只要這個就沒有了 日本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他就沒有了 他就說 不一定放棄主管 對 放棄主管 如果要放棄主管 直接就給你寫Saventy 就好了 怎麼就要寫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 他又很厲害 後面的S都給你選起來 你應該看到有說奇怪 All Right All 全部 全力加S 怎麼沒有那個S 標示說 仍然有部分的權利 日本政府仍然掌握 這就是為什麼 日本跟美國可以簽 美日安保條約 台灣海峽 以上 隆重日本可以管 那管你們在這裡 全世界都知道 像台灣人不知道而已 你說台灣人要用英語 不會 看不見 我沒有跟你騙 所以不用得意 台灣人 唸書 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常在把這些年輕人鼓勵 你如果真的送 你去美國特替 你不可以叫他回來找 都說台語 台灣人也很奇怪 不知道是議員有問題 還是什麼 縱使同學 你到底 因為我在美國 在海外 在LA 也曾經歷過很久 台學生 不管你學生 縱使 回來家裡都在 都找朋友 說台語 還是說北京語 你如果在美國 北京語跟台語 要做什麼 你怎麼讀英語才對 很少 除非說很小 讀修學 就送去美國 這樣以後我就說 跟美國人完全一樣 也不然就跟美國人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 後來的民眾一定要 由電話開始 就要說英語 這個漢字 通通給我聽 讀台學以後 研究所才去讀漢字就好了 漢字有什麼好看 中國有什麼文化 都一些賣的文化 平凡 公平餐 碰風 正如你玩得出來 中國人都有 你看中國出散的東西 越出散了 越壞 越壞 為什麼 要賺錢 日本不一樣 日本出散的東西 越來越貴 越好 這完全不一樣的性質 台灣人以前跟日本一樣 因為我們就是日本人 但是這個中國文化 一個人進來 台灣都沒有一樣 台灣人已經不知道 什麼叫建設 你看最近這個社會 這個政治也是一樣 那不是 自己好就好 但你絕對不自己好就好 我沒有騙 如果中國的人民不好 你絕對不好 你看怎麼就不好 讓你搬去美國 你要說英語 去英語說得不像我沒有騙 那些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跟美國也不會戰爭 百分之九十五個高竿的孩子 都在美國 都變成美國人 那些高竿 像江澤民 胡錦濤 你說得出來 那些孩子 都是美國人 是要怎麼戰爭 只能贏 騙老百姓 所以美國有向中國 警告 你不要用民族主義 這個民族是 種族的族 你不要用民族主義 在你 在中國 在自己的中國人 你會死我 跟你說 適到台灣 照法例 自己走出來的時候 看你要怎麼改正 老百姓 自己拚 叫你說你不要戰爭 其實他也很清楚說 台灣跟中國已經分開了 尤其是台灣民族主義 這四年來的 中國從來不再講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現在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 核心利益 什麼叫核心利益 看到鬼 core interest 說那個話 讓人聽不懂 讓人聽不懂 只有心裡鬆 他跟他建政 你自己認真想 你眼睛去想 中國要打一張肥大 一張青衣來台灣 從來沒有 為什麼 有國際法 建政法 卡在那裡 為什麼李定輝 1966年的 飛彈危機 他剛才說 那都是空包彈 美國跟他講的 他跟中國說 你如果好彈 你打一張肥大器 看看 那個肥大打的 就是侵略戰爭開始 我美國向你選前 你們所看的部署 隆中 胡說八道 都是假的 上面有十八班 武藝 不要說是十八班 是美國在後面 如果他要廢神 美國說 NO 你只有能夠動神 中興新春 所有建築物都在 你們自己去看看 一個建築物都沒有打起角 那就是後面 台灣民眾的辦公室 我實在是不需要這麼多 但一般時間也差不多了 就是那個辦公室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辦公室 它是中國台灣軍政府 那叫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所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標面上沒有去 還有一個沒有 有 叫做什麼 海巡署 這個國際法裡面非常清楚 台湾人五五五五都不知道 那些什麼 色術撲手都拿特價 我就常常說過 毒蘋果理論 這個土地 都是毒 種出來 蘋果不吃 所以那個色術撲手 後面都不可以贏 你如果要來做官 還是要做什麼 可以 歷數定刻 新台灣人要從頭來幫我討好 我再考一次 沒有好過 我沒有騙 我們那些滾手就好 我出200個 80個 是非體 110個 選擇體 我 尤其頭前幾次了 200個 1個是0.5分 2.5分 我們的軍手考試是9月6號 你如果要參加9月6號 可以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過 扣下去 分數都60分以下 你想說簡單 如果我秘書人 你出的題目那麼簡單 我親切告訴你 因為你的那個關係 都不會改過 我告訴你 第一題 第一題 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對 對不對 後面那幾個 你就飛起來了 所以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舉手 不對的舉手 你現在都知道 不對 一半以上 雖然最多 一半以上 都說對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看到貴 你的社會發生在哪裡 沒有啊 我們是你說法例 我不是跟你說感情 不是 所以 法例的東西 有一點難 標明雄很簡單 實際上是有一些難度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座各位 尤其是年輕人 拋問歐 拋問歐 就比較年輕人 新台灣論要討 後面救台灣 救全世界 只有新台灣論 我稍微有比較討論 但是美國的國防部 也是派三個 國定委員 英國 三個都在聽我的翻譯 把翻譯做英文 他們到後來 忍不住 來跟我們問說 你的研究團隊 有多少人 我的研究團隊 沒有多少 百幾個而已 其實我一個人 可以抵上一百個人 因為你看英文的速度很快 不是只有看而已 要搶得出來的重點 建政法 是五個東西代表戰爭法 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 紅石之會總章成有關戰爭的部分 美國最高法院的有關戰爭的判例 跟美國 FM27 就是美國的 野戰手冊的 都這種三千幾條 那都是代表戰爭法 戰爭法 事實上沒有固定的例子 就是說 一二三四 不是 都是用什麼 習慣用法 所以會困難困難在這個地方 但是 經過我們四年的打拼 台灣 剛才開始 雖然不一定看我們去 但是現在開始 服服貼貼 誰都沒有辦法 博打我們的論述 那中國人更勉強 中國人都用感情的 台灣都是中國的 以前你們都為 台灣都是為中國刷過 當時刷 我當時刷 你也跟我說一下 要看就是什麼 檢查會 檢查學藝就知道 DNA 那是感情的用法 但是法例 用條約 什麼人有管理 決定台灣這座土地 要給人還是不給人 什麼人 清條的風地 所以才會去 簽那個 麻管條 風地可以決定 那表示那個土地是風地的 對不對 像你現在你讀書 你 桌上 那些熱水瓶 你說這個熱水瓶 你送到你的隔壁 可以嗎 可以 因為這個熱水瓶 你會 不是你會 要送給隔壁 那不可以嗎 不可以 很簡單嘛 台灣這座土地 在波子彈宣言 跟開羅宣言 美國跟英國 和中華民國說 建政醫療 我台灣要交給你中華民國 放屁 那不是你的東西 你是怎麼給人 你怎麼聽到 麻管條 他說 他說 建政如果 整個機器 沒有去幫忙 日本 這樣我要一直給台灣交給你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你是怎麼給人 所以六月 過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就沒有這點 日本人頭部不會開 主要是本來說這句話 他要導航的醫情 在八月十五、七、九月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我要確實遵守波子彈宣言 波子彈宣言 裡面的八條 他說什麼 他說 他們要執行 他的麻管條約 其實麻管條約 好 波子彈宣言 好 這個宣言 這種東西都叫什麼 Decoration 宣言 宣言 不是Treaty 不是貂用 可以不用遵守 像頂分 我掛秋季 掛秋季 那不就一定要娶 不一定 頂分 掛秋季 沒娶很多 怎麼說頂分 我都沒差 沒差 退分 宣言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 如果沒有結婚 都沒有遵守 說這樣 你們比較清楚 對不對 如果沒有 你們只讀課本 馬關條約 台灣已經交給中華民國 看得到幾 真的交給中華民國 一定要取體 教育 教育就是結婚證書 結婚證書 沒有結婚證書 都沒有交 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 這個就跟你說 台灣永遠 不是中華民國的 中國 不可能 擁有台灣 就是你台灣人 同意 也不可以 你不是說公投 跟中國一百分 不 要先去問什麼 日本天皇 1999年 12月 習近平 那裡做副總理 要去跟日本天皇 記名 日本天皇很簡單 要給你記名 日本政府 他去拜託 美國 安排 所以1999年 1999年 的時候 習近平跟日本天皇 記在那裡 講話 七分鐘 繼續 他跟他說 習近平說 我們現在中國 已經有錢了 你可不可以把台灣賣給我們 日本天皇聽到這幾位 很聰明 那有地匯的人 你說 我日本的風中 從來沒有賣過東西 軟釘子給他 所以中國如果要拿到台灣 要用什麼 用賣 所以 其他都不可能 你們都好像不出 我說四個 抱歉 你們都黏黏黏 好奇怪 你們這個要問什麼 好啦 明天就繼續說 謝謝